黃河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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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黃河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的 Christine 那是公園兜兩個半月的新參者 那我基本上是新參者 不過我已經很多個兩個半月了 然後我們是一群公園重度使用的親子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就是去公園玩 有小孩子的請舉手 沒有小孩子的請舉手 請愛小孩子的請舉手 這是正確的事情 然後呢今天要代表特工盟來招募天使 雖然我們也很需要天使資金 但是我們相信的一個理念是 是在人為不在前為 所以我們現在來找天使 然後呢因為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通常我們自我介紹的時候 都可以講三小時 只有三分鐘 所以我可能就要很像 像我老公三分鐘就結束那個公禮 然後呢為什麼要發起雷 有沒有看一下 為什麼要發起雷 因為有些爸爸媽媽小孩就會覺得說 遊玩就好了 他們是很懶的人家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很網護兒童權的國家 再來呢 常常在發生今天才我家 明天就弄我們家的那個情況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起這個行動 再來為什麼 我們要改變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的台灣啊 特色公園好少好少等一下給你們看圖 然後罐頭郵具 到處都是罐頭郵具 什麼叫罐頭郵具 就是它都長得一模一樣的東西 等一下給你們看圖 沙坑 鞦韆好像很少很少 每個小孩子要玩鞦韆 通通擠在一起 像是人擠人比 百貨公司還要擠 然後鞦韆也非常的少 可能我兒子也在抗議 別怪孩子生得少 這些東西都是要為了我們下一代 在準備的東西 可是我們國家都沒有給我們 所以我們生出來要去哪裡 要自我負責對不對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有錢 像郭台銘可以生 娶好幾個 然後生好幾個 所以怎麼做呢 公民自發大會集 我們其實就是自稱公民運動的 請媽媽幫你叫 公民自發的公民運動團體 那我們需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需要去創建特色公園的問答集 因為到現在為止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說 很多人還不知道 那這公園是什麼 阿多元有去什麼 然後我們的 它公謀的公民運動的發展事件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喔 然後四組公園全台北市的 三十幾萬的兒童 只有四組沙坑可以用喔 再 看得到嗎 然後呢 罐頭遊具就是這四色牌 哪種顏色 大家看得清楚嗎 然後呢 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園 比如說 這每天是溜滑梯啊 可是上面放了很多 像是 神祖牌 跟花盆的東西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中庸公園 所以小孩子去到那邊 滑 有可能就會像馬力兄弟一樣 滑咚滑咚或者是根本不能去滑 然後還有阿嬤 溜滑梯腳斷掉了 然後就把滑梯封起來 不給小孩子玩的 兒童人需要很多 翻滾啊 攀爬啊 溜滑 擺盪啊 旋轉或者是延伸的活動 他們也很需要玩沙 如果各位有小孩子的話 把小孩子放在沙坑裡頭 我是新看者 放在沙坑裡頭 他就可以玩一個整天 你看國外的東西 看看我們自己家的東西 所以我們需要的東西是 我要找 我要找 各式各樣 對 公園有熱情的人 我們需要一個地圖 就是把所有的公園都放在這個地圖上 然後讓可以去找公園玩的人 或者是要抱怨這個公園為什麼只有罐頭遊具 沒有特色公園 沒有秋千 或沒有沙坑的公園 先馬上找出來 然後馬上打電話給公部門抗議說 為什麼這裡沒有在照顧我的孩子 然後那個 我們還會放上各種各樣的 大小公民報名抗爭 SOP 所以如果 如果你的孩子 非常有公民意識的話 比如說 我從兩個半月開始有公民意識的話 他可以直接就看這個SOP 就打電話給公部門 然後告訴他們說 我需要你們貼實信 拜託加入我們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